为什么有人说印刷术最初出现 其实是因为一桩学术造假案 提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 相信很多人都有所了解 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就曾经学过 这活字印刷是北宋时期的毕生发明的 这毕生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工匠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这毕生发现了传统的雕板印刷技术 很不方便 所以就开始了改进印刷工艺 而最终经过毕生的改进之后 这毕生搞出了一套活字印刷的方法 那这套印刷方法出现之后 极大的提升了印刷的效率 而这个发明的出现 也是极大的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 但是同时很多人在学这段历史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个疑问 说这活字印刷术是在北宋时期出现的 那么在这之前大家又是怎么印刷的呢 而印刷术最初的出现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个故事最初我们其实得从东汉开始说起 在东汉之前啊 整个人类文明其实都没有发展出印刷术的基础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东汉之前 人类没有发明出合格的纸张 这想要印刷 你首先得有合适的墨和纸 这墨这个东西吧 出现的时间比较早 那按照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 早在夏商时期 甚至更早之前 这墨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纸不一样 尽管在东汉之前啊 这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最简单的马纸 国外级那边呢 也曾经出现了所谓的缩草纸 但是这些纸吧 它不管是柔韧程度还是韧性 都远远不够 不足以完成印刷的工作 所以在东汉之前 这全世界的人都没想过有印刷术这种东西 那在东汉之前 全世界的人 大家传承文化 都是用手去炒炉的 直到东汉中期 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那经过蔡伦的努力 再之后的纸 才达到了印刷的要求 不过在蔡伦造纸之后啊 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大家其实都没想过要搞造纸术 那在当时的人看来 大家更习惯于手抄笔录 大家也没想过印刷的概念 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 到了汉陵帝在位时期 因为一个奇葩案件的出现 这才改变了一切 这个案子呢 叫做西平石经案 准确来说呢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汉陵帝在位中期 当时曹操应该刚结婚 刘备正在上学 祝国亮应该刚刚出生 就是在这个时代 当时的东汉呢 正在经历王朝末年的衰落阶段 因为东汉开国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 土地歼命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呢 某一天有几位大儒联名举报 说当时的查举制考试当中 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 简单来说吧 这汉朝从汉武帝时代开始 就已经推行了查举制 而历史上真实的查举制呢 其实是一套非常系统的考课机制 而到了东汉之后 这东汉不光继承了西汉的相关制度 而且还创造性的开发出了一些 笔试的内容 说话说一句啊 这东汉第一次开创出笔试的考试 其实就是在蔡隆刚刚去世 蔡猴子刚刚推广的时候 那在这之前 这东汉其实也没有能力 去进行笔试考试 毕竟在这之前呢 大家用的都是主简 那东汉总不能让一些读书人 拿着主简来写东西 那样实在太麻烦了 而接下来呢 随着笔试考试的出现 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要笔试 那就必须得有标准答案 同时你得有标准教材啊 这个问题呢 相对来说倒不是那么难解决 早在东汉前起 这汉章帝在位的时候 就通过了一场白虎观会议 确定了儒家的标准教课书版本 后来呢 这东汉又把这些标准教课书 用木板雕刻成文 并且用漆书写 收藏在了国家图书馆内 做成了标准教课书 而自此之后 这东汉全国的儒家典籍 都是以东汉国家图书馆里边 收藏的这个版本为准的 而后来读书人进行鄙视的时候呢 也是与这些图书馆里收藏的七书 作为标准答案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的时候呢 对于这些七书 有人开始动歪脑极了 因为当时这些七书木板 已经出现了几十年的时间了 这很多字迹呢 也已经逐渐模糊 所以东汉的皇宫呢 就开始拍一些宦官 来把这些模糊的字迹 重新描写一遍 但是这样一来呢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那有些士族嘛 为了自己能够通过考核 就直接贿赂这些描写的宦官 然后呢 这些宦官在描写的时候 往往就会把其中的某个字 直接修改掉 那这样一来 这未来考试的时候 就只有贿赂宦官的 那个士族读书人 知道这个改动的内容 而其他的读书人呢 因为他们手里的书 和公里的标准教科书不一样 所以他们写的东西 全部都会被判定为错误 那这样一来 这个贿赂宦官的读书人 就可以顺利入室 还可以升官发财了 这个案子在东汉的历史上 叫做西平诗经案 堪称是当时最大的丑闻之一 而当时揭发这个丑闻的呢 不是别人 正是东汉末年的大儒蔡庸 蔡庸作为一个大儒 可以自由出入皇家图书馆 然后呢 他就发现了七诸的错误 再之后 他就和其他的大儒 一起进行了考证 最后呢 就把这个内幕彻底揭发了出来 而接下来案发之后 除了正常的处理事案官员之外 这另外一个问题 就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说你既然发现了错误 那接下来 到底该怎么修改呢 为了修改这个错误啊 此后的几年里 以蔡庸为首的一些大儒 进行了非常庞大的考证工作 尽可能的恢复原版的如家典籍 而几年之后 当蔡庸等人修复完所有典籍的时候 这汉陵帝就下令 在京城的太学门口 树立起了几块巨大的石碑 然后把这些经文 全部都刻在石碑上边 那这些石碑上边的经文呢 后来就被叫做西平诗经 据史书记载啊 当这个石碑出现之后 大量的读书人 迅速来到了京城 准备抄路这些标准的教科书 当时前来抄路的人呢 这马车一直排到好几礼外 而这样一来啊 这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就出下了 这些石碑下边的地方就这么大 它根本不可能允许所有人 都来这里进行抄路 而且如果大家都来进行抄路 这以后太学的门口 这永远都是人山人海 那再也没有消停日子了 那这该怎么办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也不知道是哪个聪明人 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办法 他们先找到了一些白纸 然后在纸上面呢 刷上浆糊 之后再直接扑到石碑上面压石 等到纸干了之后呢 用占有墨汁的垫子 盖在上面 把纸再完整的给取下来 那这样一来呢 这大部分的纸 因为接触了垫子上面的墨汁嘛 就变成了黑色 而那些之前被挤压进石碑里边的纸呢 因为垫了浆糊 它没有那么容易被墨汁浸染 所以它就是白的 那这样一来呢 一个黑底白字的踏片就做好了 那再之后 因为这个踏片完全复制了石碑上面的文字 大家就可以直接抄踏片了 而当大家一口气做出很多个踏片 供大家自由抄路之后 这抄路的速度自然就大大提升了 大家也不用继续去蹲在石碑前面 辛苦抄路 而是可以直接去太学里边 做着抄书了 那这种方法呢 就叫做踏印 就这样 这印刷术出现了 所以呢 这历史上印刷术最初的出现啊 其实是为了防止学术造假 当然更重要的目的呢 也是为了方便知识的准确传播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历史上那位著名的昏君汉灵帝 倒是也做了一些好事 而接下来 随着踏印的技术逐渐流行开来 很快又有一些聪明人 发现了一些新的招数 说既然石碑刻字比较费劲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用更容易雕刻的木头呢 那既然踏印不容易被复制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在木头上刻印出突出的文字 然后直接像印章那样刻在纸上呢 就这样 历史上著名的雕板印刷术出现了 当然了 这从汉灵帝时代出现了踏印 到雕板印刷术的技术彻底成熟 那这期间其实是间隔了近500年的时间 这倒不是说因为雕板印刷术太高的技术难度啊 而是因为在汉灵帝时代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东汉末年的群雄歌剧 以及后来的三国大战 那再之后呢 这西晋短暂统一了中原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很快又步入了东晋十六国以及南北朝时期 而南北朝之后呢 这接下来的隋朝历史又太短了 所以这期间大家常年打仗 根本就没空去发展新的技术 在那几半年里呢 那些聪明人的智慧都放在了怎么打架上面 于是在这期间 这印刷术的发展就特别缓慢了 但是到了唐朝之后呢 随着唐朝统一天下 这国力越来越强 文化越来越繁荣 大家对于文化的传播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呢 这繁荣的市场直接推动了雕板印刷技术的成熟 而接下来到了中唐和晚唐的时候 这雕板印刷术彻底普及开来 但是在这之后呢 很快又有人觉得 这雕刻那些木板成本太高了 而且太过麻烦了 如果这唐朝能继续稳定发展一百年 说不定在唐朝的时候 这市场就已经能推动活字印刷的出现了 但是问题是呢 这唐朝到了中后期 就开始出现了翻阵割据的情况了 大家又开始长年打仗 那这样一来 自然就又没有人去琢磨新的技术了 直到经历了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混战之后 到了北宋开国 中原大部分的地区再次恢复稳定之后 大家这才有精力继续去琢磨雕板印刷的技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这毕生出现了 在正史上 这毕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印刷工匠 所以史书呢 根本就没记载他的详细生平 他的事迹呢 仅仅只是记载于沈阔的孟西笔潭当中 而据后世的史学家考证啊 这沈阔可能是出生于公元972年 这个时候赵匡印已经统一了中原的大部分区域 正打算起兵去灭南唐 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呢 这北宋虽然对外战争一直就有点窝囊 但是内部却很太平 而这种太平的生活环境呢 也给了毕生改良印刷术的机会 然后毕生努力了一辈子 在他将近70岁的时候 这才彻底搞定了活字印刷 而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北宋的庆历年间了 当时西夏正在跟北宋闹独立 这范仲淹正在搞庆历新政 腾子经刚刚折手巴林郡 而在文化领域 以欧阳修为领袖的北宋文化天团 正在闪亮登场 因为文化的迅速发展 倒逼出版业的发展 在这个时候呢 这传统的刁板印刷 已经不再适用于当时的文化发展速度了 那毕竟那帮北宋的天才 随便一拍脑袋 就能写出一篇千古奇文 如果要靠刁板印刷的话呢 那推广速度可就太慢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这毕生就把之前的整体刁板 直接拆成了一个个分字 大大提升了印刷的速度 而在以上的这个印刷发展史当中呢 在中原以外的其他文明 其实一直都没有产生出印刷术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一直到唐朝之前 其他文明都没有纸 尽管中原这边 早在东汉的时候 就已经发明出了造纸术 但是接下来的几百年时间里呢 因为中原地区常年混战 中亚乃至是欧洲那边呢 都很难和东亚进行文化交流 所以在这期间 这造纸术一直没有被大范围传播出去 直到唐朝即盛时期 随着唐朝的势力范围扩张到西域 开始和阿拉伯文明直接接壤 到了这个时候呢 这造纸术才从唐朝 传到了中亚和西亚 后来又传到了欧洲 而再后来 因为北宋没有唐朝那么强 所以北宋发明活字印刷之后呢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活字印刷都没有向外流传 直到后来元朝的时候 因为蒙古铁器打穿了欧亚大陆 这才把中原这边的刁板印刷技术 传到了欧洲那边 就这样 随着刁板印刷术传入了欧洲 而后来欧洲那边呢 也出现了一个和毕生差不多的人 名叫约翰古腾堡 这个约翰古腾堡 他也是一个工匠 不过他家里是做珠宝匠生意的 下午在这个时候呢 这欧洲那边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时期 大家对于文化传播的需求大大提高 于是后来 这某天古腾堡琢磨印刷术的时候 就和毕生一样 想到了这个活字印刷的技术 但是古腾堡最后搞出活字印刷 已经是明朝中期的时候了 比毕生晚了整整四百多年 而随着欧洲那边也搞出了活字印刷 大量的新思想开始逐渐出现 很多科学知识 也可以更方便的进行传播 于是再后来呢 这种方便的印刷技术 就推动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 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 所以历史上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出现啊 真的是从根本上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且造纸术的发展史呢 也更加深刻的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真的是相互促进的 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 而生产关系 最后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